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P這一點是在這個平面上 也就是說你把ABC帶進去的話滿足這個方式 那麼他問這個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其實我們可以用科系不等次 但是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方法給他做做看 我假設這個東西 叫做某一個函數ABC 那這個東西我給他配方 這兩項可以配方 A加1的平方 加多少呢 這兩項可以配方 B加2的平方 加多少呢 這兩項可以配方 C加3的平方 那我現在這裡多加一個1了 所以要扣掉1 這裡多加一個2的平方 扣4 那這裡多加了一個3的平方 所以扣3乘得9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這個 減掉這個是14 那現在的話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看呢 可以這樣看呢 這是平面1 ABC 那現在的話呢 ABC 是平面上的某一點 那現在 平面外一點 是-1 -2 跟-3 那我現在呢 這兩點 把它連起來 平方 就是這個數值 好 那現在 他問這個 值的最小值 等於是要問這個值的最小值 因為這個是常數 那這最小值多少 最小值就是當什麼呢 當 這一個的話 跟什麼呢 跟平面互相垂直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裡有最小值 也就是說 這一個的話 它最小值 實際上是等於 這個距離的平方 所以我們叫d 我最小值 實際上是d的平方 也就是說 f最小值 實際上就是d平方 那減掉什麼 減掉14 那現在這個d的話 是多少 d的話 我們可以代公式 就是平面外的一點 到平面的距離 代公式 d是等於多少 根號 這個法項量 1的平方 加-2的平方 加-2的平方 那這多少呢 我是把這一點帶進來 取大小 -1-2乘以-2 加-2乘以-3 -6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0 這是9開更號是3 那這個的話 是多少呢 1加4 所以這是3 3-12 所以這是-9 所以是3 33得9 所以d平方的話 就多少呢 就3的平方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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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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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